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整数是什么 整数指的事实上是正整数0 还有负整数三个部分 其中正整数包括123456一直下去 负整数包括负1负2负3负4负5一直下去 那0当然就是0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如果我们把整个数系写出来 整数写出来 其实就是负6负7负6负5负4负3负1 然后到0 然后再来右边就是123456 那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左边的负整数 第二个就是右边的正整数 第三个当然就是站在中间的0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所谓的整数指的就是三个东西 一个是正整数 一个是负整数 一个就是0 这些全部都是整数 这就是整数所包含的内容 1负 z